彤彤 冬冬有沒有比較好 我看有的人沒有 冬冬有沒有比較好 我要睡了 等一下要吃飯了啦 靠 有沒有 等一下要吃飯了 有飢餓感的時候就會比較清醒一點嗎 我們現在看到 1941年 还记得吗 下课十分钟 我没忘记 我刚上一段 我们是不是 1945年4月1号 纳入为 日本天皇的国土 纳入为国土之后呢 现在看到了 1941年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 第二次世界大战 请问时间是不是重叠 这个就是 台湾人的历史记忆 模糊的地方 我们1941年的时候 已经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在打战的时候 人民他只会注意什么 战争逃命嘛 那你1945年的时候 颁布了宪法 然后纳入为 日本国土的时候 有很多人会关心吗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会很薄弱 因为在打仗 但是那个已经是事实了 虽然在打仗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迈克阿瑟将军 于1945年9月2号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 他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然后呢 日本投降了 9月2号 1945年的9月2号 跟1945年的4月1号 才差几个月而已 五个月 这样的几个月的时间内 你们还会记得 我们已经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了 会吗 第一个你没注意 第二个时间太短 日本投降了 投降代表什么 他离开台湾嘛 对不对 所以在座的人 台湾人 他的历史记忆 混乱 薄弱 就再加上之后的洗脑 你就很容易忘记 台湾人自己真正的身份 那个时候呢 美国 麦克拉瑟将军 他想做了一个什么决定 他将日本 五马分尸 为什么 日本 帝国主义太强了 他偷袭 珍珠港嘛 美国珍珠港 他想说不行 这个 我不能再让他崛起 所以 我要将日本的领土 五马分尸 北方四岛 由俄罗斯 大理占领 韩国 独岛 日本 由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 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呢 他交给谁 蒋介石集团 为什么要交给他 其实 美国他只是一个 很单纯的想法 或许 华人会善待 华人吧 他只觉得想说 语言 或许比较能够沟通 那结果呢 交给蒋介石集团的时候 台湾经历了 什么样的事情 1945年的 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 之前 其实有两个月 台湾啊 是处于 没有政府的状态哦 那请问 一个国家 没有政府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暴动 要不要趁这个时候 抢一下 抢7 抢全联 抢全联 还是抢银行 所以呢 台湾 在蒋介石集团 来台湾 之前 两个月 没有政府的状态下 台湾呢 完全没有动乱 相信吗 这就是我刚刚 所以有讲到的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文化 因为日本日治时期的时候 50年里面 他有将全岛普及初级教育 台湾人那时候 非常的乖 他们成立自卫队 自己管理自己 乖乖的等待 蒋介石集团 那时候 在他们的历史记忆 哦 我们好像要回归祖国 以为回到祖国怀抱 但是呢 所谓的祖国是什么 大清国 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不知道 他们只想 我不要成为战败国 我想成为战胜国 就只是这样单纯的想法 但是 台湾人就是 太单纯了 当蒋介石集团 来到台湾的时候 大家知道 那文化落差有多大吗 他们的 中华民国的兵 去 台湾的Gamma Dam 买了一个水龙头 然后回家 把墙壁挖一个洞 然后把水龙头插进去转 怎么没水 有汗吗 很汗的吧 然后还跑去骂那个Gamma Dam 说 你这水龙头是假的 你怎么可以卖假的东西给我 我回家装 为什么没有水 他们连水 自来水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不知道 然后台湾人 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 没有政府都没有动乱的情形下 跟那样子的文化落差 我们是被他们统治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会有暴动吧 那暴动之后呢 1946年的1月12 他将台湾人民集体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他没有询问过你的意见 日本当初在管理台湾建立主权的时候 他有让台湾人民两年的思考起 你要做要不要做日本人 留在台湾 还是你要做中国人 但是中华民国没有 他直接叫你们拿一个 你们现在那张身份证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直接强迫的将你的国籍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违法 然后呢 我们的历史精英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今天的日子 228 我一开始有讲 我们年轻人 如果不是很热衷参与政治的 就是政治能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都历史了 可是我现在啊 下去了解之后啊 心会痛 你会发现原来 我们日志时期 那一段时期有培养出什么 两万到三万的历史精英 我们的 有很多杰出的医师 律师 博士 硕士 他们 要组织一个台湾民政府 非常的容易 一定会有坚强的那个议会 他们可以为台湾人做很多好的事情 我们如果不要被中华民国统治 台湾现在不会只有这样 你们相信吗 可是呢 中华民国做什么事情 屠杀 什么屠杀 那个时候啊 他们 四万块 换一块是什么 国共内战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共产党在中国打国共内战 这样听得懂啊 他们自驾兄弟在内战 然后呢 蒋介石集团 中华民国被美国派领 代理占领台湾 这个时候台湾 六百多万的人口少 又物产丰饶 那时候呢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将台湾所有的物资搜刮一空 运去支柱他们的国共内战 打仗要不要钱 要 造成什么 台湾物价通膨 他在用四万块换一块 三七五减珠 大地主变小地主 公然收刮人民的财产 造成什么 二二八事件 我们的精英终于看不下去 他知道 占领不得已专注权 你必须协助当地的人民成立属于 他们的平民政府 协助他们自治 你怎么可以强迫 改国籍 公然收刮我们的财产 抗议 我们的知识分子 知道 然后呢 中华民国就残忍的 OK 你们知道吗 我把你们这些人全部杀光光 刚刚是不是有看到沉沉波 他走出车站 被抓起来 手合掌 然后从手掌中间穿过去 铁丝穿过去 然后把你绑了 跪在地上 砰 直接当场枪杀 有没有很可怕 有王法吗 没有他们就是王法 这一段历史记忆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书上 他绝对不会强调 他不会告诉你事实 可是这就是事实 贪污 腐败 抢夺你的财产 杀了你的精英 之后呢 有没有 听过戒严时期 白色恐怖 全世界历史上最长的 长达38年又56天 的戒严 我把你 能够抗议 能够知道的 能够成立政府的 我把你全部杀光光之后 我再实施戒严 你们只要敢讲一句话 晚上我就让你不见 你还敢说吗 这就是我们台湾人到现在 为什么都觉得 政治很黑暗 为什么会有一个 这样的历史记忆存在 这就是因为 台湾人被这样残忍的洗脑 跟改变历史之后 所造成台湾 本土台湾人到现在 都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不愿意承认 也不敢承认 可是 美国呢 他才是真正的占领者 他应不应该要管这件事情 要 而且他没有想到 1949年的10月1号 中华民国竟然战败了 他的国共内战 他的自家兄弟的内战 打败了 他被中华民国共产党 赶出了他的首都南京 请问一个政府离开他的领土国家之后 他在那一刻就是什么 流亡政府 所以美国也没想到他变成流亡政府了 那怎么办 他也有请人收留他 然后他也有想过 没想到我以为你们会善待台湾人 结果竟然228还戒严 还改变国籍 那 我应该要将你赶出台湾 可是没有国家愿意收留他 流亡政府 没有人要收留他 但是美国有想处理 但是呢 好死不死爆发了什么 韩战 韩战 美国必须反共 因此 韩战爆发的时候 他必须怎样 去参加战争 所以他没有空 他没有时间在管台湾的事情 他只能暂时先让中华民国 流亡政府 就暂时先让他待在台湾 可是因为这样一待待多久了 70年 太久了 他是不是应该要把人权还给我们 1952年的 4月28 旧金山和平条约 这是我一开始有讲到的 我朋友他问我 何悦的第二条不是讲 日本承认朝鲜独立 已经放弃台湾澎湖的组成权利了吗 可是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意思是什么 现在这一块领土 我们现在在上课对不对 我们在坐的这个地方 这个踩的这个地方 现在我在使用 请问这块领土是我的吗 不是吧 他放弃的是什么 使用管辖权 就是组成权利 他并没有放弃领土主权 就是我刚刚讲的土地权状 这样知道差异性吗 知道差异在哪里 他我们这块领土 的土地权状 有地主吗 但是他不管 他被规定说 你必须放弃管理这块 我们现在在上课的 这个管辖权 使用权 你不能管 但是他还是拥有这块领土啊 但是并不代表 我站在这里上课 就代表这块领土是我的 这样了解了 所以我刚讲 土地权状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重新再被签订过 就是在这里 但是有人会有疑问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开罗宣言波兹坦公告日本详书 不是都是在战争的时候就讲说 台湾跟澎湖应该归还给中国啊 第一个 中国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的主权 为什么要归还 第二个 战争的时候讲的话 战争的时候讲的话在做什么 阴子完蛋 有看到吗 战争的时候 我们就在吵架 就在打仗 我跟你讲 这个球是我的 你要向我 你要向我 跟随身 那这颗球的发票在谁的手上 土地权状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请问他有答应有割让吗 没有 你所有的宣言跟公告都是单方面 你必须要有正式双方认同的合约 那日本他无条件投降他所签订的刚刚的就金山和平条约 他也只放弃了什么 管辖权 那懂了吗 所以 台湾这块领土主权还在日本天皇的手上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乱争欺骗台湾人69年 现在70年了 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大家问问看 一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不打广告 可能现在这些人没有太多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 那个过年二月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才 大家都看到吧 报纸头版 然后自由时报的电子版 我们现在 还会在苹果日报的电子版 还会在刊 也是跟自由时报一样 也是在那个头版的地方 因为苹果日报说 他们的点阅率非常超高 臭屁啦 那我们就也跟他们合作一下 可是呢 我们现场在座的 会不会 应该都会上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吧 会不会 会喔 那你们去看那个自由时报啊 跟那个苹果日报的时候 请你们不要去点它 就是看到台湾民政府的那个广告 请不要去点它 因为呢 那个我们有买 我们有跟他签约说 自由时报我们是签 一百万人次嘛 点阅率嘛 那你超过一百万人次 我们还在给他钱啊 对不对 那了解吗 那点进去就是官网嘛 那如果你会上官网 就从网页上官网 那你看那个 自由时报 不要看那漂亮的就把它刺下去 一直刺一直刺 不要刺 那苹果日报也会登 那个我们给不懂的人看 我们给好奇的人看 我们给还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份的本土台湾人看 所以一开始很多人会有疑问 为什么台湾民政府不打广告 是因为现场在座的各位很有福气 秘书长都说 你们现在加入台湾民政府 上辈子修来的 台湾民政府啊 你看看我们后面的志工 都几年了在台湾民政府 无怨无悔的付出 可是呢 这么多年来 一直到现在 今年就要执政了 各位才进来 那是不是有好报 再几个月 你就可以见证台湾历史的改变 跟感谢 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你现在才会看到 台湾的媒体 开始已经无法阻挡 我们在做广告 可是一开始 台湾的媒体在谁的控制下 中华民国因为他虽然是流亡政府 但是他毕竟是台湾的管理当局 所以你要也有访问过台湾民政府的人啊 他把你五分钟的影片剪一剪剩下三分钟 迫上去 然后报不是事实的东西 当你打电话你要跟他抗议的时候 他在下架 敢会护 不护了吧 可是现在已经不敢乱报了 可是以前呢 我们的人都会想说 现在的社会啊 这么现代这么文明 怎么可能被封锁媒体 大家知道北韩吗 北韩 他们的人有没有很可怜 这个就是事实啊 我们看他我们觉得 很夸张吧 我们觉得为什么 他们的人会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 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啊 请问 你们出国的时候 会去国外查228的历史影片吗 敢会 没吧 出国就是要去玩啊 我还去出国去看台湾的历史 可是啊 大家知道吗 228的纪录片啊 台湾找不到 可是你在国外看得到 看得到 叮叮叮 那你说台湾有没有被封锁 有呢 只是你们没有去查而已 那我们现在每天看的新闻 有多少人会去看国外网站 在怎么样报道台湾 会吗 我相信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就算 你不是政治能感 你是政治狂热者 你也不一定会跳脱台湾这个圈圈 你也照台湾历史真相 你拿 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证去选他的总统 选他的议员 前阵子才选举 那就代表什么 你要做中华民国的人 你们要跟他走吗 台湾很好耶 他们剩下的领土只有金门马祖还有平潭岛 都非常的小 台湾人以后会很有钱 我们所谓的政党 中华民国体制内的政党有谁 国民党 民进党 台联 清明 清明党 你喊得出来的党派全部都是在他的体制内 民进党登记什么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他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有办法跳脱吗 他说台湾要独立 可是他不知道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怎么跳脱 而且就连他登记的党派前面都是中华民国 你唯有台湾民政府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 个体 而且我们不是党派 我们是政府 跳脱 你原本思考的框框 这个是跳蚤 他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动物 他可以跳比自己身高高一百倍 这样很厉害 然后你做一个实验 你拿一个瓶子把它盖起来 然后你拍桌子 跳早就会跳哦 然后他跳的时候 他就会撞到玻璃的顶端 他就会撞到头 他会痛 他很聰明 你再拍个几次之后 他就会降低他的高度 然后他就不会撞到了 然后你就把玻璃的那个盖子 越换越低 越换越低 然后他就越跳越低 越跳越低 越跳越低 一直到你换一个已经接近桌面的玻璃 你把玻璃拿走的时候 你在拍桌子 你们猜他会怎样 一用白 有看过跳蚤用爬的吗 跳蚤不跳哦 所以叫做什么 爬蚤 不是跳蚤 爬蚤 其实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爬蚤 原本台湾人可以跳得很高的 台湾啊 大家知道南海那个石油 美国不能挖 中国不能挖 日本不能挖 谁可以挖 台湾 中华民国也不能挖 因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可是为什么台湾人不能挖 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 那以后你要不要带那个阿拉伯装 有没有 然后我们也做一下那个石油的产国 不错呗 很有钱 台湾人现在人口也不会很多 以后做产油国可以很有钱 你只要知道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 很多国际间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 这个是事实 所以你要跳脱自我的限制去思考 现在你去跟人家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跟你讲不干我的事情 你就说你是爬早 他会问你说你是为什么说我是爬早 你本来会跳啊 你本来可以过更好的生活啊 可是你没有想过你可以过更好的生活 你觉得我现在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 这是台湾人大部分的思考模式 中华民国执政也没什么不好啊 可是你不知道还可以更好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有多么不好 对不对 你不晓得以后台湾的规划 如果今天哦 日本他们的马路的人孔盖都在哪里 人行道上啊我们的都在哪里 骑摩托车挡住就在餐 有吧 为什么本来在建设台湾的事情 你可以好好规划没有好好规划 日治时期啊大家知道那个建设蓝图吗 不是10年建设不是20年建设 一张蓝图就是100年建设 到现在台湾都很多都还在沿用 日治时期的建设蓝图 可是呢中华民国他也没打算好好的管理台湾啊 所以台湾人到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啊 你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吗 其实可以更好 所以到现在你还敢相信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我们现在生活在政治台湾 创造的都是一连串的假象 以后要会看新闻 看到新闻啊你要会去分辨 他在讲什么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那你知道 最早分辨的 大家有上过我们秘书长林志生的课吗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我们的林志生他带领228名228事件受难家属 去提告美国政府 他去跟美国讲说 你要还给我们本土台湾人 人权国籍 你知道怎么发现 秘书长啊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然后那个原文书啊大概跌到应该就是站着比人站着还要高 里面就是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 他从里面找到台湾人真正的历史的地位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最后 2008年 美国的华府联邦地方法院他判定 People of Taiwan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大家不知道没有国籍的严重性 今天啊 我啊 如果啊 跟一个非雍结婚 我就变成 菲律宾 我变成女非雍 对 我就变成他的国籍 不是他变成我们的国籍 因为 你们有国籍吗 本土台湾人 无国籍 我们现在是在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统治下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政府生活在政治炼狱 政治炼狱是什么 我们现在手上拿的那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的背后的右上方 你轻轻摸他有个透明的条码 大家都知道吧 那条码代表什么 从陈宜228那时候 他就将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有计划的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那个是他辨识你是本土台湾人还是他们自己的人的一个证据 所以我们终于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首次向美日太平洋的美国 政府者美国依照国际法战争法就经商和平条约提出告输 最后 美国政府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 你们讲的我承认 这个意思 那承认之后呢 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搁置本案代审 他已经承认了 是不是应该要把主权还给我们 为什么要搁置 因为啊美国说 我应该要协助你们成立属于当地的平民政府 OK 那请问你们 有人接掌政权吗 我把中华民国赶走的时候 你们有人政务官吗 私务官吗 有吗 所以美国他说 好 当初流亡政府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有六百万人民 他带了一千名公务人员 一比六 现在台湾有两千四百万多的人民 那一比六四比二十四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训练四千名公务人员的由来 美国说 你必须 我很公平啊 我没有要求你太多 那我就比照嘛 比照办理 你必须训练四千名的公务人员 我才能将政权还给你 所以秘书长才说 在座的各位很有福报 我们今年即将接养政权 那在座的各位 你们要知道 会有多少万的 台湾人民 涌过来跟你们问 台湾真正的历史地位是什么 身份证要怎么办 如果你一窍不通 一窍都不懂 你怎么因应怎么回答 你怎么协助他们 为什么要上课 因为连你都不懂 那怎么帮忙 怎么接掌 所以还没有去申请 这一张身份证的 赶快去申请 我们在今年的1月1号 已经全球的194个国家都通用 大家知道3月12 是我们第二次控美案 对不对 的记者会嘛 这一次去美国 我们全部都是带这一张身份证去 我们也会去白宫 这张身份证 你去白宫你拿中华民国的 现在的那一张身份证你是进不去的哦 因为他只能过ID片 就是这一张你才进得去 这个是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核发 所以没有的赶快去申请 然后你可以去试试看 这张身份证真的能用 而且我们旅行证件也快下来了 当你真的进入 万一台湾是两个政府的状态 或者是旅行证件下来 你可以拿着台湾民政府的旅行证件 出国的时候 台湾会引起多大的反应 大家能想象吗 光就在场的这些人 还有我们现在所有台湾民政府的人 你有办法应付整个台湾的人民吗 没这么容易哦 所以 你们要很清楚赶快了解 台湾的真正的历史的国际地位 去了解有机会真的要读新台湾论 我们3月7号是最后一次的俊手考试 能够的赶快去考 试试看 因为我们差不多要额满了 如果我们俊手考试过了 额满了 就没这个机会了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俊手 就是所谓我们简单讲台中市长好了 这样清楚吗 所以 能够去考赶快去考 联王政府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的真相 大家看得懂吗 这一个 有没有很熟悉 代表我们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奥运吧 请问上面有台湾两个字吗 没有 那 明明就是写 台北 Chinese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都没有人去探讨为什么他没有台湾呢 为什么没有台湾 我们就这样就放任他就这样一直下去 这就是台湾人 很多东西都会觉得好像不管我的事情 明明跟你们就有关系 裁军行政院废止案平坦岛国共和解 代表什么 大家可以Google查一下 裁军 有看到这个新闻吧 那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不对 美国跟中华民国说 拍谁 我们被告了 而且 被发现了 告瘾了 所以你们准备要离开 准备要离开 流亡政府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流亡政府他只能拥有自卫队 国军不能超过12万人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裁军了吗 如果你的军队超过12万人 你在国际间就称为恐怖组织 所以他必须走 他必须裁军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如果一个正常的国家 他会不需要军队吗 需要吧 不用保护台湾吗 要吧 那就是不正常啊 那不正常 请问本土台湾人 你有去探讨原因吗 没有 反正裁军就裁军嘛 随便吧 行政月废止案呢 你打下去 他不是一行两行哦 他是啪一堆 非常多 不是一条两条的废止案 一个正常的国家 需要法规吧 为什么要废止 很奇怪啊 而且里面所废止的条例 都是必须的啊 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 这个都查得到 只是 本土台湾人没有去关心而已 有很多的事情都正在发生 你没有去关心 包括什么 包括我自己的姐姐 我家的人都进来台湾民政府 那那一天呢 我跟我姐姐在聊天 我姐姐是做这个 他们公司是做这个同允部幕的 这个 做同允部幕 那天我在跟他聊天 他就说 台湾民政府赶快执政啊 然后 不然我们公司快倒了 我说为什么 中华民国害的啊 我就跟我姐讲说 你中毒太深了 我说不可以这样哦 你不可以因为啊 台湾民政府的理念还是什么 你就想说什么东西都怪中华民国 我这样有没有很公正 我说不可以嘛 结果他拿证据给我看 他拿证据他说你看 我讲的是真的 他拿什么给我看 他们公司是台湾的公司 那配合什么 学校一些公家机关 那他们是不是每一年都会有经费 可以增资一些布幕啊 投影布幕器材 从第一年中华民国 那时候他们颁布给公家机关的 一万多 然后一年后七千多 半年后到现在四千多 请问四千多你可以买什么 投影布幕啊 可以买谁的 有有的买 大陆的不是大陆啊 中国 你只能够去买中国制的 这样有没有变相的啊 变相的在挖台湾的钱啊 他法规这样子一直给你规定下来 你没办法买台湾自己生产的东西 你就是只能买中国制 请问他不知道行情吗 知道吧 他没有钱吗 很有钱啊 大家有没有缴税有吧 那钱都拿去干嘛 准备要去盖他的平潭岛建设啦 大家知道平潭岛吗 有看过这个新闻吗 之前前一阵子爆的比较凶 平潭岛复制台湾 百万年薪挖角 平潭岛原本是一个小小的落后的愚蠢 他在两三年只有两三年内哦 他想要盖成这样 有水吗 水哦 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我们用核能 然后他们用什么 锋利发点 一只哦好像不知道几亿耶 然后都谁的钱 都你们的钱 现在连同影部幕都不给你买了你看看 不给台湾人赚了 这个是事实耶 我姐姐不讲 我也不知道 那请问在座的 如果你们没有亲身经历的话 你会知道吗 你不知道现在 在这个社会的很多的事情都一直在变 都在转变当中 那盖这个 他们要撤退要去住啊 但是这个地方是哪里 中国的耶 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当时我爸爸他是不太相信 台湾民政府 但是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他每天都会看很多的政论节目 所以一开始 其实我爸比我们都还要懂 整个历史什么什么 然后刚开始我还不是很会讲的时候 我还没有考过郡守的时候 我讲不赢他嘛 然后现在不一样啦 可是 这个新闻在报的时候啊 我就问他 我说爸我问你哦 为什么啊 新闻报啊 中国人可以去 哎台湾人可以去中国的平潭岛当官 还讲说宋楚瑜要去当官 台湾人也可以去那里当官 啊中国跟台湾 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 我们可以去那里当官 我爸怎么回答我 我也不知道 终于被我问倒了 他也不知道 我也觉得 我爸也说 我也觉得奇怪 我也觉得奇怪啊 很奇怪吧 可是你在看新闻的时候你会想吗 不会想啊 你想说哎好像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哦 你要很清楚 七十年来啊 我们台湾人都生活在政治的炼狱 大家知道太阳花学运啊 很清楚哦 我们现场也有一个童星参加过 我问他 我问他 有看过服帽的条条文吗 有 现在有看过 里面有台湾吗 里面 大部分的学生 当时参加这个学运的时候 应该都没有 看过条文吧 但是呢 就去参加了 想说是为台湾人争取什么 争取 好的条件吗 但是 里面的条约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 ECFA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台湾 那我们台湾人要抗议什么 我们在担心什么 那个叫做什么 国共和解 我们之前是不是有提到国共内战 现在他们必须要撤退到平潭岛去 他们要国共和解 所以他们才签ECFA服帽 那跟本土台湾人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哦 然后结果呢 去抗议 还这么可怜被冲倒在地上 然后我们的大暴动的时候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有那个 权利来真正的保护本土台湾人吗 因为大暴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 就发一个帖子给你有没有 我是台湾人 这样就不会让人打 有可能 因为你是 但是 我们被流亡政府所控制 所目前被他所管理 所以 你没有真正的国际地位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入联 不能公投 很多人都说 因为中国 打压我们 中国跟我们有关系吗 他们以前敢讲 台湾是他们的 现在敢讲吗 你去查查看 他现在只敢讲 台湾是他们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什么意思 他想要而已啊 可是呢 他跟日本天皇买天皇也不卖啊 他说我们天皇没有在卖东西的 买不到 他也管不到 所以 没有关系 那 台湾真正不能入联 不能公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台湾国际地位未定论 为什么国际地位未定论 我们必须要有 自己的平民政府啊 然后美国 邀请美国来亲自占领 我们寻求台湾真正的自治化 所以台湾迷思 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大部分的台湾人都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就只知道一天过天 可是我们重要的时关啊 必须要去导正 你要知道说台湾啊 真正的历史是什么 我们从之前 到现在 我想在座的人啊 跟我都一样 从来没有想过可以为这个社会有点贡献吧 因为觉得那个应该是很伟大的事情 或者是很有心的人啊 然后还是很有钱的人才做得到的事情 对不对 可是啊 台湾民政府啊 他给了在场的各位一个机会 你有这个机会 为台湾的历史 然后 为本土台湾人 为这个社会 做一些有贡献有意义的事情 你没有出多少的力量 但是就是能够去做到 参与这一次 这一个时间的历史的见证 夫人她常说 这是 台湾人的一个使命 可是如果你能拥有这样的使命感 想想嘛 台湾民政府执政之后 你可以为台湾人做些什么 我刚讲的 我们把那个人孔盖都 弄到人行道上好不好 不错吧 然后那个清静啊农场啊 我们不要再继续过度开发啊 然后每次就土石流 死一大堆人 官商勾结吧是不是 就已经不能再开发了 为什么还可以继续有合法民宿呢 还是非法民宿呢 那台湾以后要不要走绿能环保 我们脱亚入欧是不是很好 欧洲人啊 他们最起码一年也能够修两个月的时间啊 为什么台湾人啊 秘书长他就讲一句 台湾人就是 你就是台湾人就是爱做啊 可是以台湾人勤奋努力的精神 以后 如果台湾历史地位定位的时候 台湾人会过上很好的生活 现在是关键时刻 我们这一次3月12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这个记者会 然后呢再配合大家 赶快把4000名补满 我们今年就能执政 而且我们就即将执政 这是很关键的一刻 所以我们现在是观念改变 行动改变习惯改变 在场的每一位童星啊 你们都有所属的周别 现在我们每一周六周 都如火如荼的在进行扫街的活动 什么是扫街 大家知道吗 应该还没有人去参加过吧 现场有 这我非常的热心 就是去告诉更多的本土台湾人 台湾民政府 然后你自己 自己真正的地位 你们赶快介绍朋友进来 赶快来享有这个福报啊 秘书长说的 能够进来的 能够进来的 应该上辈子可能大家 都有一起 收好兄 收好兄 拜拜 是不是 所以大家才会坐在这里啊 我之前啊 常会说 善没有理由战胜不了恶 只要天使们 能像黑手党那样组织起来 有时候我们都觉得 要打赢圣仗不容易 好像 就不太可能 总是恶人会赢啊 可是那是因为啊 天使们不够团结 天使们只要团结起来 就一定能够像黑手党一样 那样的强大 所以现场在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能够拥有使命感 台湾民政府今年就执政 那我们是不是能为更多本土台湾人 做一些事情 要不要一起团结 加油 好谢谢大家 今天那个到这里